那么这个,这个是相等,是吧,大于,大于等于啊,小于和小于等于,是这样的啊,好,我们来看一下,这里面有个三等于,啊,三等于没有接触到吧,啊,好,我们看一下这个三等于是怎么回事啊,三等于的话,那么就是,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呢,它是跟双等于实际上修正它的bug的啊,好,我们来看一下啊,好,这个是条件运算,是吧,条件运算啊, 好,这个是,条件运算服,好,这个的话,来一个,好,首先的话,比如说,我来这么写,是吧,比如说,把一个什么呢,iLum,Lum,啊,01,啊,就等于一个, 小于等于一个2吧,啊,等于一个2,啊,好,再拿一个,SLum,啊,SLum,啊,那01,啊,那01的话就等于一个什么呢,字符串的2,是吧,字符串的2,啊,这两个是不同的变量吗,是吧,好,来判断一下,是吧,如果什么呢,iLum,是吧,啊,iLum,是吧,如果说它等于什么呢,这个,SLum,是吧, 那么就什么呢,alert一个什么,相等嘛,是吧,相等,啊,相等,啊,相等,好,那么的话,好,Else的时候是什么,不相等,是吧,Else的时候,啊,就是不相等,啊,不相等,啊, alert一个什么呢,不相等,啊,不相等,好,这样的一个什么判断,啊,好,大家看一下这个什么呢,它运行的结果是什么呢, 它运行的结果是什么,来看一下,按理来说的话,应该是不相等嘛,按理来说应该不相等,啊,好,来看一下,我运行一下,啊,好,这个是什么呢,运行的什么呢,是相等嘛,看到没有,啊,相等,啊,相等,啊,相等的话就是这个,这个双等的它的这个,它的这个问题,啊, 啊,就是GS这个什么呢,它有一点不严谨,啊,GS这个语言有点不严谨,啊,好,那么可能GS的背景我什么呢,有一点还没说,啊,GS是一个人花了大概七天时间把它发明出来的,啊,他七天时间发明出来的,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它是不严谨的,就是不够完善,啊,大概七天时间就把这个GS的核心的东西全部写出来了,啊,这个够厉害吧,是吧,这个人,啊,就是有很多地方 它写的不够严谨,啊,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怎么样呢,这个双等,是吧,这个双等,按理来说应该是他们两个一个不等的,是吧,啊,好,实际上的话,它是怎么回事呢,它这个双等有一个什么,类型转换的一个功能,就是说,它怎么样呢,它把先把左右的什么呢,两个变量怎么样,先把它转换成同一类型,转换成同一类型之后,然后再比,啊,然后再比,啊,先比如说把它先转成什么呢,比如说它是数,是吧,啊, 它把它也转成数字,看能不能转,啊,转成数字了,啊,也是二,然后他们两个就相等了,是吧,好,那么如果碰到这种比较的话怎么样,就是出问题了吧,是吧,啊,如果说你正要比较这种类型的话怎么样呢,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呢,三等,啊,三等的话就解决这个问题了,啊,三等的话就是什么呢,它先要比较两边的类型,啊,如果两边的类型不同的话,它就不用比了,是吧,肯定不等吧,是吧,好,这个时候就用到三等号,啊, 好,好,那么再来看一下,如果说用这个三等号,是吧,好,三等号的话就是放到这里来,啊,好, 好,这个三等号,啊,那么这个是用什么,用这个双等,是吧,用这个双等,啊,就会弹出,啊,弹出相等,啊,弹出相等,啊,弹出相等,啊,好,那么接着的话用三等号,是吧,那么还是这个,是吧, 还是这个的时候怎么样呢,来用一个三等号,啊,三等号这个时候怎么样呢,它首先怎么样呢,先比较两边的什么,类型,啊,如果类型不相同,怎么样,就不用比了,是吧,两个类型不相等的变量怎么可能比较相等的,是吧,那么就不等了,啊,就不比了,啊,不比之后,那么这个里面什么呢,就是什么,Force吧,Force那么就不相等,啊,就不相等,啊,就不相等,再来运行一下,是吧,好,来刷新一下,是吧,那么这个时候就不相等吧, 不相等,啊,好,这是关于这个,啊,好,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运算符,啊,啊,这个,这个就是三等的它的这个作用,啊,就是解决它的这个,有时候不能用它的时候就用它,是吧,大部分时候还是用它,啊,大部分时候我们比较的还是两个相同的变量,吧,是吧,相同的类型的变量,啊,那么就可以用这个双等,啊, 好,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几个,是吧,后面这几个,啊,后面这几个,啊,一个是什么呢,这个是不等于,是吧,还是什么呢,而且,啊,好,我们先看这个不等于,啊,不等于是什么意思,就是说如果两个里面的东西不等,什么呢,就是True,是吧,如果等的话,反而是Force,是这样的,啊,好, 那么这个很简单,比如说什么呢,一夫什么呢,一夫,啊,就直接主例,是吧,比如说一夫这个什么呢,这个,啊,三,是吧,三,然后是不等于是吧,一个感的号,一个等号,是吧,三不等于是,是吧,那么就是什么呢,就是了的一个什么呢,这个True吧,然后就直接True吧,啊,D-L-U-E,啊,好,这个是什么呢,就是真的是不等,是吧,真的是不等,啊,好,那么else的话怎么呢, else的话就是这个,alert一个什么呢,这个Force,啊,A-L-L-E,啊,好,好,那么呢,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,是吧,好,来刷新一下,是吧,好,刷新,那么这个是什么呢,先是不想等,是上面的这个,是吧,好,这个是True吧,True,啊,True,然后就是什么呢,这个是不想等,是吧,好,这个很好放到,就是说,两个值如果不想等的时候,就是True,啊,就是走这条,啊, 走这条,不想等的时候,这个里面就运上出来了,就是一个值,是吧,就是一个True的Force,啊,好,接着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两个,啊,还有一个是什么呢,而且或者或者否,是吧,而且或者或者否,啊,好,先看一下这个否,这个否是什么意思,啊,先看一下这个否,啊,否的话是什么回事呢,比如说我来一个,啊, 一否什么呢,一否什么,这个,假设说三,啊,大于四,啊,比如说四大于三,嘛,四大于三,是吧,那么就怎么样呢,就来一个Alert,一个什么呢,这个大于吧,是吧,大于,啊,好,那么的话,再来一个,else的话怎么样,就是什么,就是不大于吧,是吧, alert,一个什么呢,不大于,啊, 这是不大于,好,那么的话,来看一下这个效果,是吧,看这个效果,啊,好,这个的话,我们来刷一下这个页面,看一下,啊,刷新一下,那么的话,先是什么呢,前面两个,是吧,True,啊,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,是大于吧,是吧,大于,啊,那么这个什么呢,这个三,四,肯定是大于三的,是这样的,啊, 四肯定是大于三的,啊,那么就走这一句吧,这个里面运行的结果肯定是True,啊,好,那么有时候我们想反一下,是吧,想反一下怎么样呢,在前面加个感叹号,啊,加个,啊,英文的感叹号,啊,这个时候怎么样呢,就颠倒黑白,啊,可以颠倒黑白,就是把这个运算的,这个值呢,再取反一下,明白没有,比如说这里面运算的是True,啊,好,在取反一下怎么样呢,就是什么,就是Force,是不是这样的, 啊,就是Force,啊,好,再来看一下啊,这个时候怎么样呢,就是,再来刷新一下,啊,他们它就是什么呢,不相等,True,啊,然后是什么呢,不大于吧,不大于,啊,因为这个里面运行的是一个Force,是吧,就是它就走这一句,是吧,啊,就是取反,啊,就是这个是将什么呢,啊,将运行的,将,啊,逻辑, 逻辑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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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逻辑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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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辑� F-A-L-S-E,是吧,就是for,是吧,是吧,就这个意思啊,好,这个是取法啊,好,接着的话,那么就再来两个啊,再来两个就比较好理解,一个是什么呢,这个是and,是吧,and的话是什么呢,是而且啊,一个是什么呢,或者,是不是这样的啊,或者啊,而且是什么意思啊,就是说我们多个条件的时候,多个条件的时候什么呢,可以用而且啊,多个条件什么呢,要同时满足的时候用而且,多个条件, 某一个条件满足的话,就用什么呢,就用或者,是吧,好,那么再来举个例子啊,比如说if什么呢,if这个什么呢,这个是四啊,大于这个三啊,还是这个例子啊,四大于三,是吧,然后是and,是吧,然后是而且什么呢,这个啊,五什么呢,大于二,是吧,五大于二,是吧,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呢,还是什么呢,应该是alert一个什么呢,这个是大于吧,是吧, 啊,都,都大于啊,都是大于啊,都是大于啊,是这样的啊,都是大于啊,那么在else的话怎么样呢,else的话啊,else的话啊,else的话就是,就是alert一个什么呢,这个是,不是都大于是吧,不是都大于啊,这样的啊,好,那么它就会运上这两个条件啊,首先的话,这个是什么呢, 这个是,要需要是cho,是吧,好,这个也需要是cho,然后的话,它才是什么样,才能是cho吧,如果说里面有一个不是cho的话,那么这个运上的,这种是什么呢,就是force啊,好,这两个都是cho吧,是吧,都是cho啊,好,都是cho的话,来看一下啊,刷一下这个页面啊,好,刷新,是吧,那么就是不相等啊,然后前面的cho, 然后是这个,然后是这个,不大于是这个,是吧,再看一下啊,那么都是大于吧,是吧,都是大于啊,好,那么如果说,我把这个稍微改一下,是吧,稍微改一下,比如说这个是六,是吧,六的话,这个时候怎么样呢,一个是cho,一个是force,那么这两个什么呢,就是什么,就是force啊,就是force啊,就是force啊,force之后再来刷新一下啊, 那么这个是不相等啊,还是后面的,不是多大于吧,不是多大于啊,好,这是指的什么呢,这个,这个什么呢,end啊,好,关于end的时候,那么最终还有一个什么,或者吧,是吧,或者啊,或者啊,或者的话,比如说这个地方就写什么呢,这个,是吧,或者啊,或者什么意思啊,比如说这个弹出应该是什么呢,如果是有一个啊,就是弹出什么呢,啊, 部分大于,是吧,部分大于,是吧,是吧,只有部分大于吧,只有部分大于就行了啊,只有部分大于啊,什么意思呢,就是说,如果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数字是大于的,是吧,有一个true的话,怎么样呢,就是true啊,那么如果两个都是什么呢,都是force的话,怎么样呢,最终才是force,明白没有,只要有一个true的话,怎么样,就是就是true了啊,好,这里写一下吧,啊, 这个是,啊,这个是,啊,这个是,啊,多个条件中啊,多个条件运算啊,那么都是,都是to,啊,true啊,都是to的话,那么最终的结果啊,最终结果啊,最终结果,才是to,是吧,true啊,好,那么这个的话怎么呢,就是啊, 啊,这个结果啊,这个结果,就是什么呢,就是啊,就是这个啊, 多个条件中啊,多个条件中啊,多个条件中,有一个啊,只要啊,只要有一个是to,是吧,有一个是to,是吧。 有一个是 true 最终结果就是 true 最终结果就是 true 好 这样子 是吧 多个条件运上中 多个条件运上中 只要有一个是 true 那么最终结果是 true 是吧 好 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 alert就是 这是如果是force的话 是什么呢 都不大于是吧 都不大于 好 这是关于这个过 好 再来看一下 这个再来跑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 这个什么呢 前面的 不大于是吧 这个不是多大于 这个是什么 最终一个什么呢 只有部分大于 只有部分大于的话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是吧 只有部分大于吧 因为这里面是 true 才能走这一步吧 是吧 只有部分大于 好 这是关于这几个运算符 玉上符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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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